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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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今天带大家来看一下110年国中教会会考自然科的第38题 好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题目 图20为一个内部为真空的密闭空心金属球 其金属成分为纯铜 小师将此金属球放入水里 球会完全没入水中 测得排开水的体积为V 再用天平量测其质量M 他发现利用密度D等于M除上V的公式 计算出的密度值跟课本上所记载的纯铜密度8.96克 每立方公分明显不同 如果小师的测量与计算过程皆没有错误 那下列哪一个选项最合理呢 好 那在解这个问题之前 老师先来帮大家复习一下 这个题目所会用到的知识 好 来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在学理化的时候 有提到一个非常伟大的科学家 这个科学家叫做阿基米德 好 那在阿基米德的时代啊 国王曾经给他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问题 他希望阿基米德帮他撤出黄冠 到底是不是纯金座的 那这个问题当时困扰了 阿基米德非常非常久了一段时间 好 那有一天 他感到心烦意乱的时候 他想去泡个澡 让自己放松休息一下 好 那他就把浴缸放满了水之后 他就跳到浴缸里面去 好 刚跳进去的时候 他发现水满出来了 他突然就拎进一斗 他就想到了 我可以怎样测出 这个黄冠是不是纯金座的 好 那他悟出的道理 就是我们之前学过 我们在八年级里话 一开始就学过的 所谓的排水法 好 来 那老师带大家 来复习一下 什么东西叫做排水法 好 来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张图 左边的话 我们准备一个凉桶 那在里面装了 20.0毫升的水 所以你看到凉桶的刻度 现在就只到20.0毫升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把一个零件 丢到凉桶里面去 那我们发现这个零件 他会完全的沉到水里面去 这时候你观察一下 右边的图 你发现 这个凉桶里面的水会上升 那它的刻度来到了23.0毫升 那这个概念就是 阿基米德所想到的 当我把一个物体 丢到水里面去的时候 这个物体就会排开 跟自己的体积 完全一样的水 所以这边的水面 就会上升了 好 所以从这个例子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我们丢进去的这个零件 它的体积应该就是用 后来23.0毫升 这个刻度 去扣掉一开始的刻度 20.0毫升 好 所以我们会发现 这个零件排开水的体积 叫做3.0毫升 那这个零件的体积 刚好就会等于3.0立方公分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之前 学过的排水法 好 来 那这个题目啊 事实上 还会用到我们之前 学过浮力的概念 好 各位同学 在日常生活中 应该有经验 当我把物体 丢到水里面的时候 我会发现 有的物体 它会沉到水底下 那有的物体呢 它会浮起来 好 那为什么有的物体 会沉下去 那有的物体会浮起来 那这个的话 就跟物体 跟液体的密度之间 是有关系的 好 那如果我们发现啊 当物体密度 比液体密度还要大的时候 那这时候 我把它丢进去 我会发现物体 它就会完全的 沉到液体底下去 好 那这时候 我们之前学过 这时候 它物体受到浮力 就会等于 就会小于物体的重量 所以物体就会往下沉了 好 那这种物体 我们就把它叫做 所谓的沉体 好 那你注意哦 这时候 因为它完全的沉下去 所以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物体这时候 排开水的体积 就等于它全部的体积了 好 那这个的话 就是所谓的沉体 好 那如果 今天物体的密度 想要液体的密度的时候 好 那如果 我现在把 物体完全的 没入液体中 好 那这时候 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浮力会大于物体的重量 好 所以根据 我们之前学过 力的概念 往上的力比较大 这时候物体怎么样 它就会开始浮出水面了 好 那这一个东西 我们就把它叫做浮体 好 来 那它浮上去之后呢 它在异面下的体积 就变小了 好 一直要到什么时候 一直要到 往上的浮力 跟物体的重量 相等的时候 两个力达到平衡 这时候它才会呈现 静止的状态 好 那这一个 就是我们所谓的浮体 好 来 那接下来呢 大家 想一个问题 好 你从图60-54 你可以看到 有一块粘土 沉到水里面去 好 所以根据 刚刚老师讲的概念 粘土沉到水底下的粘土 它的密度应该是比水的密度还要来的大 所以它才会往下沉 好 但是你再看一下图60-55 当我把粘土的形状改变之后 我把粘土捏成船的形状之后 我们却发现一件事情 它竟然可以浮在水面上 那我们之前学过 同样一个物体 它的密度应该是固定的 那为什么本来密度 比水大的粘土 在改变形状之后 捏成船型之后 它却会浮在水面上 也就是说它的密度 会比我们的水还要来的小呢 好 那大家可以想一下 为什么我要把它捏成船型 好 那你可以想到 因为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铁的密度比水大了非常多 但是用钢铁打造的船 为什么可以浮在海上 好 那相信各位同学 应该有想到 原来为什么可以浮在水面上呢 因为这一个钢铁打造的船 是里面有非常多的什么 里面有非常多的空 中空的部分 也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的空气 好 所以跟相同质量的铁块 比较起来 你会发现船的体积大了很多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体积的话 除了铁块本身的体积 还加上中空的部分 也就是空气的部分 好 所以平均密度的话 会比水还要来的小 好 所以它就不会沉到水里面去 好 所以啊 我们刚刚用同样的原理 我们只要把这一个密度 本来比水大的黏度 捏成船型 好 那你会发现在这一个部分 会有很多的空气 比如说真空的部分 好 所以就会让整个黏土的平均密度 会小一 那它当然怎样 就可以浮起来了 好 那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解这个题目 第38题的关键 就是在这边 好 来 所以我们再看一次题目 这个题目的关键在哪边 其实老师刚刚在 看这个题目的时候 都已经有帮你把重点画起来 好 那这边我们再看一次 重点在哪边 好 来 第一个重点在这边 好 来 它是一个空心的金属球 也就是说 它并不是完全的纯铜 它的中间是有什么 是有空气 是有中空的部分 好 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好 你把它丢到水面去 球虽然说是完全没入水中 没有错 但是你在做体积 你在做密度的测量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跟纯铜 整块都是同的时候 密度是明显不同的 好 来 所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选项 应该要选哪一个呢 好 那我们再回忆一下这个概念 好 来 我们现在取的是质量一样的同 好 但是现在并不是整个体积的部分都是同 因为它中间是空心的 它有一些空气的部分 好 所以我会发现一件事情 在质量相同的情况下 当我看到这边的铝块跟木块 我发现一件事情 木块的体积比较大 铝块的体积比较小 好 所以我们回忆一下这个公式 叫做密度等于质量 M除量体积V 好 来 我刚刚讲过了 在质量相同的情况下 我们会发现 当我的体积如果越大 那我算出来的密度应该是会越小的 可以吗 好 来 所以我们再回去看一下这个题目 好 今天我现在取的铜质量叫做M 好 来 那在相同质量M 的铜的状况下 来 我们再看一次公式 来 今天密度会等于什么 会等于质量M除上体积 好 那今天我的铜质量是相同的 来 但是我在算这一颗球的体积的时候 因为我是把它丢到水里面去 所以它排开了水的体积V 就会等于整颗球的体积 可以吗 但是我们发现件事情 这整颗球里面并不是全部的体积 都是同的体积 因为它是空间的 它里面有中空的部分 好 所以事实上 这个体积 我量到的体积 它是比质量M的铜体积还要来的大 好 来 所以今天我的分母越大 分子相同的情况下 我算出来的密度应该就会怎样 应该就会比纯铜的密度还要来的小 好 来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的话 我们应该要选的是A 好 所以这一题 如果你选错的话 就代表你没有注意到几个重点 第一个它是空心的金属球 所以它的密度 不会跟纯铜的8.96是一模一样的 好 那因为 我们多算进去 空气的体积 所以导致这一个 测的V应该是比 原本的纯铜还要来的大 可以吗 所以它的密度应该会比8.96还要来的小 好 那以上就是老师对这一题的讲解 没关系 没有关系 感谢观看